又有小作文了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说是咱们对国有企业进行了窗口指导 要求他们结束跟四大审计公司的合同 怎么结束法呢 可能就是到期之后不要再续约了 那外媒报道说这么做的理由是 这四大审计公司都跟美国关联 这是为了确保国家数据的安全 以及支持中国本土的会计行业 那么这四大审计机构呢分别是德勤 毕马威 普华勇 道合 安勇 因为品牌很硬 所以他们在国际上的名头是很响的 有的国家甚至是指认这几家的审计报告 甚至于他们也被认为是美国金融软实力的一部分 他们在咱们中国的业务也不少 但是在2019年在中国大陆取得的业务收入就有176亿 当然了这没有多少是来自于国企的 这个没有具体的数字 不过按照他们对于上市公司的收费标准 平均一家大概是一年六七百万的样子 大家可以自己估算一下 那因为这个审计业务确实会涉及到大量的会计底稿 这里面就是会有非常多的商业机密 所以几乎所有的审计公司都一定会声明自己的业务独立性 不会提供资料给任何的第三方 包括所在国家的政府部门 但是弃用四大的消息其实之前一直在传 不过也没有得到来自官方的任何确认 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 彭博的报道用的词叫做穿口指导 那意思就是说口头传达 不会留痕的那种 假设这个消息是真的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不用说肯定会影响到中资企业在美国的融资 另外呢 这四大审计公司在中国的业务肯定会大幅的收缩 那么这个事对于国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数据啊 在过去的这六年里 中国公司去美国上市的数量只有175家 融资的金额只有481亿美元 尤其在2022年 上市加数只有13家 融资额也只有13亿美元 而对应到A股 平均一年上市的数量达到424家 融资接近6000亿人民 所以相比起来去美股融资真的是有点聊胜于无了 而且呢 这些去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里几乎就没有国有企业 清一色的民营公司 也就是说就算国企继续跟四大合作 其实也几乎不会从美国资本市场上拿到什么钱 而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两年不断有中国公司主动从美国退市 比如说像移动等几家电信公司 甚至还有一些民营企业 但凡是涉及到敏感行业的 比如说用户数据什么的 都会纷纷选择在香港二次上市 所以这个事对国企直接的影响肯定是不太大的 但它直接会影响到的个体就多得多了 如果消息真的被证实的话 那投资美股中概股的人估计又得睡不好觉了呀 在两国关系的这个大背景之下 果写其中的机构也好 个人也好 都像是金涛里的一片树叶 完全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 我们当然希望前方能够风平浪静一些 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缺乏直面风浪的勇气 和决心